大家好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今天万代一口气公布了多款SHF龙珠新品的情报 首先第一款叫做超级赛亚人孙悟空 Z战士 全高约14.5厘米 配件包括了一个主体 三种表情 分别是严肃表情 怒吼表情 以及咬牙表情 还有一颗集气的动态头雕 左右各四种替换手型 根据官友介绍 这款新悟空以开场和剧中的场景为灵感 头雕和面雕都是新规 头发和道服部分采用了透明材质并上色 以在线龙珠Z开场中Z战士集结 孙悟空变身为超级赛亚人的场景 这款SHF超赛悟空Z战士官方售价为5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237元 255港币 1072台币 将会在2025年的10月以万代直营店的方式发售 第二款新品叫做ISHF孙悟空迷你大魔 是来自今年秋季开播的龙珠最新的动画 大魔中的形象 这款迷你悟空全高约7厘米 配件包含了一个主体 左右各三种替换手型 四种表情 分别是微笑脸 元素脸 哑拉脸 以及怒吼脸 还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发型 一套如一棒 还有类似GT悟空那样的动态倒服的替换件 万代官网介绍这款悟空是完全新规造型 虽然只有7厘米高 但是为了这个形象专门设计的可动结构 可以帅气的摆出各种动作姿态 而如一棒长短两种造型也可以在线动画中战斗的场景 这款迷你悟空的官方售价为36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71元 184港币 772台币 将会在2024年的10月以通办的方式发售 这样在今年的10月将会有三款SHF龙珠发售 除了上述的两款以外还有库尔德王 第三款公布的新品是SHF背吉塔迷你大魔 也是来自新动画大魔中的角色 全高约7厘米配件包含了一个主体 各三种的替换手型 四种表情分别是严肃脸 咬牙脸 坏笑脸以及怒吼脸 还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头发 以及一个替换的暴凶手臂 根据官网介绍这款也是对大魔中的造型进行的全新设计 官方售价同样是3600日元约合人民币 171元 184港币 772台币 将会在2024年的11月以通贩的方式发售 在今年的11月发售的还有SHF特兰克斯GT 今天公布的最后一款是SHF比克迷你大魔 全高约8.5厘米 配件包含了一个主体 左右各三种手型 三种表情分别是微笑脸 怒吼脸和闭眼脸 以及三种可替换的头部配件 还有一个暴凶手臂和一件内置钢丝的布置披风 这款迷你笔克的官方售价为6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09元 332港币 1394台币 将会于2024年的12月以通贩的方式发售 这样在今年的12月也是有两款新品发售 除了迷你笔克以外 还有超级人造人17号 OK 以上就是全部的资讯内容了 怎么样你会入手哪些 欢迎留言交流 在本周末举办的SDCC上 还会有新的产品亮相吗 别忘了订阅涛光 大家一起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